创新可能带来的问题 依然需要人类通过创新来解决 所以当我们放眼全世界 可以看到创新带来的改变 创新将以色列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 通过滴灌技术 海水淡化技术 打造成了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创新可能带来的问题 让世界大部分居民拥有了电话 电视和抽水马桶 这些在十九世纪末 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也不敢奢望 创新 让非洲贫穷的人可以饮用干净的水 可以获取基本医疗 可以通过网络享受知识 创新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 还有更多的自由 更多的公平 但是我相信就是像盖茨一样 一句观点的话就是任何时候人类碰到任何的问题的话 通过创新也只有通过创新 总是能够走出这样一个困境 我们必须要继续担担担 有很多阶段在这个故事 之前大家能够联络和分享 如果我们不够担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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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不够能够达到这个任务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真是一个数据的时代 将来在这些数据当中90%以上 实际上都是由机器产生出来的数据 所以说为什么未来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数据的世界 在长期中,所有人的努力都会变成 毕业,如果你看到500年 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活动 人会比较比较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